好 最后一道题啊 最后一道题了 一定要认真听题 最后一道了 下一个啊 送单单了啊 要咱俩发微信吗 太危险了 太危险了 咱拆买 拆买 群俩 你拿电脑吧 对 尤其有丹玛在 你怎么 谁去控制住他 没事 我去 我就 我今天我豁出来了 我就 我还找不过他了 一个送单单 今天这话 都给你抠出来 明天再放 请问一下哪句是 宋单单的真心话 A 不愿演节目就不演 B 我以后啥也不管了 C 这一季每一个人我都喜欢 D 这不是一个60岁的人 应该参与的活动 请问哪个是他的真心话 有点心惊胆战 确实这个尺度拿捏的 就是在那个边缘 就是反复试探了 我觉得 他们每次给丹杰出的题都 就要倒吸一口凉气 我觉得他们挺赶的 有点害怕的 那主要是对你人性的考验 我们也不好说什么 那个我以后啥也不管了 先排除掉 一直垂炼听证 都是 是吧 有点是 她的 我觉得 她的A B C D 那个 公布答案吧 你去公布一下她 怎么就让我一个人公布这个答案 请大家 我陪你 我陪你 大家的题版 A B C D 好 所以宋单单女士认为 这一题的答案就是 aba B C D 好 所以宋单单女士认为 A B D 都不是你的真心话 好这一题的答案就是 是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好这一条我不敢 哈哈哈哈 这题的正确答案就是这题 你没有正确答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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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句话都假的是吧 哈哈哈哈哈哈 因为对 哈哈哈哈哈哈 找死呢这帮孩子 哈哈哈哈 再惹宋丹丹生气这件事情上 乐此不疲 而且又很擅长 这个这个这个呢 咱这纸 哈哈来来来行行行 来来来均速啊 几个字 四个字来三二一 哎小姐 哈哈哈哈哈哈 虽然听到虽然听到 虽然听到 哈哈哈哈哈哈 啥玩意儿 啥玩意儿 虽然听到 说你虽然听到 这是一个讽刺不 我希望 这道你不能算 这是一道侮辱性的体验 你为人生攻击了 对我进行人生攻击 哈哈 哈哈哈哈 不 丹姐 咱们盘一个逻辑 是不是谁猜 谁猜出来了 谁在侮辱你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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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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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游戏要是没有宋丹丹 以后我不看 哈哈哈哈哈哈 我不生气 他们说什么我都不会生气的 后来丹姐确实很好开玩笑 然后年轻人都很开心 他们自己也觉得很有意思 我觉得很好就气氛就活跃起来了 好准备了准备了白热化了 好 鼓勇者陈奕迅 哇 哇 太厉害了 你是你是天天咬着牙在听这首歌 哎呦身走暗虾 哎 这这是客观不可以哎 演唱者徐梁 恭喜臭皮匠队再多一拍 好 已经有了 你说话 好杨迪杨迪 这是啥呀 那你举什么手 你这有什么烧开水的声音 继续继续 我是一只鱼人仙棋 这才是你 正确答案就是我是一只鱼人仙棋 这才是我 厉害了我的哥 厉害 我们一分没得呢 好加油好的 没事我们别的游戏可以赢 对可以的可以 先让他们 还有还有还有 对准备好了吗 好开启表演开始表演 开始表演 喂 我来信塑料姐妹花啊 这你都太乖了 我还没开始演呢 怎么就猜出来了 怎样我有演技吧 哎全靠你的演技灵魂 特别棒真 我觉得今天比赛呢就是很像一个中文考试 问题 我也不知道 怎么回答我也不知道 我就觉得大家一起玩是最重要的 对 今天所有的智力问答到这就结束了 非常非常快乐非常快乐 那我们公布一下本次比赛的排名情况 第一名 臭皮匠队 为什么我们总是赢 吴大俊 原来在胜利队队是这种感觉 我天天胜利不好意思 刚找到的感觉吗 慢慢来 慢慢来 第二名是大厉害队 但我们这次说的不 对 我们不算说已经赢了 咱们就一分之中 第三名是 别人输队 第四名是榴莲队 恭喜你们 谢谢大家 谢谢 各位朋友们 各位朋友们 下面 到颁奖一试了 狄哥来两天明亮 天天 我讲太多了 双料冠军 我这来两天 首先第一名他们将获得 一阵热烈的掌声 他们不交不哪 一阵热烈的掌声 一阵热烈的掌声 第二名 他们将获得 大家敷衍的祝贺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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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名将获得大家 更加敷衍的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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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四名 得到大家的嘲笑呗 不是 第四名得换个BGM 换个BGM 要这么玩的话 我 跟他们拼了 我跟他们拼了 我好期待 好期待 他们毫无能力 他们也毫无默契 更不用说智慧 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 我知道这个 我知道这个 哎呀好烦 好烦 好烦 这个不容易 他们拼尽了全力 他们用尽了力气 榴莲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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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只能获得最后一名的成绩 但谁说只有第一 才是努力的全部意义 谁说倒数第一 不值得被奖励 谁说笨蛋没有被好运光顾的权利 今天我们650就让你们知道 什么是生活的真地 得第一名并不是生活唯一的目的 只要享受过程 就能等到其意 下面我宣布 本次大赛获奖者是第四名 他们将获得一百贡献值 一百贡献值太少了 我还要给 我还要给 别来我 别来我了 没那么多 他们太棒了 你还可以获得 与辣母杨子人的略行 共处一小时的机会 可以了 恭喜榴莲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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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够 还不够 650从今年开始解散 两个五长站起来实行你们的权利 不 我宣布 650今天开始解散 好吧 你跟我手一下 跟我手一下 谢谢大家的参应 谢谢大家 揍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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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揍